中文字幕志愿者 美国社会各界给予了中方包括支持与援助 随着疫情在美国扩散蔓延 中国很多省市企业和团体也向美方捐赠防疫物资 中华还积极协助美方在乎采购防疫物资 我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最新的数字 据中国海关统计 从3月1日至10月18日 中国对美累计出口口罩377亿只 也就是说平仅每个美国人有100多个口罩 另外还有外科手套7.4亿双 防护服5.6亿套 护目镜4154万副 呼吸机11701台 美国各界人士积极评价中方给予的抗疫支持 包括纽约州州长科默先生在内的几十位 州长 市长 议员 以多种形式感谢中国提供抗疫物资 支持中美友好合作 这是中美两国人民守望相助 共同抗疫的真实写照 我想再次强调 病毒是人类的共同敌人 对别国进行污名化 甩锅推折 赶不走病毒 救不了病人 中美应团结抗疫 共同维护 两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生命健康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